大家好,感谢大家使用KM盒子软件 在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KM盒子软件制作手机电子书 好,我们现在来打开KM盒子软件 软件默证打开的是一个使用帮助 在这里会对一些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罗列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搭建我们的加瓦运行环境 在这里我们来打开这个链接 打开加瓦的官方网站以后我们选择下载Windows拖机版的32位 在这里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机子已经安装过了,在这里就不下载安装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样制作和生存电子书 首先我们要新建一个电子书文档 点击这个新建按钮 选择一个保存路径 我们就保存到这个目录下 起一个名叫做健康文栽吧 健康文栽 保存 好,我们来给它新建几个分类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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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세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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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生成之前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软件设置这里 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设置 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启动画面 那么启动画面的尺寸的话 一般的话 按照手机屏幕的尺寸大小来做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做的是320x480 然后首页显示这里有几种风格 我们就用默认的吧 然后在这里有个广告设置 这里我们要记得设的是一个电子书的书名 有作者 我们在这里就是健康文章 健康文章 好 保存一下 好 现在内容是空白的 我们上网搜一下找几个文章给它放进去 健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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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 我们把这篇文章复制一下 先复制标题 把它重密一下标题 进替身体过来的十个信号 再复制一下内容 那么因为是从网上复制过来的文章 如果我们直接连贴进去的话 可能会带有一些链接或一些样式在里面 在这里我们要点一下这个清理格式 点击出来后我们点击这个一键排版并复制网页格式 那么这样就自动已经把这个排版排版好了 然后并复制到粘贴版上了 我们过来粘贴一下就可以了 标题我们给它击中一下 按照一般的标题我们就设18号吧 18号加出 OK 保存一下 这是第一张篇文章 我们再找多两篇文章吧 吃什么食物 补血养肝 第二篇 那一样的我们来复制一下内容 那清理一下格式 复制 粘贴 好吃什么食物 标题 这里还有一个图片 我们把图片也另存一下下来吧 另存图片 保存到桌面 再来插入这张图片 调小一点吧 调小一点集中 OK 接着我们再来找两篇 还有两篇 怎样喝茶 保健 养肾 怎样喝茶 最保健 养肾 重命名一下 集中 我们直接把图片复制过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片比较多 好 我们现在来清理一下格式 因为有图片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点击 这个一键排版并复制文档格式 这样可以把图片也一起复制过来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需要切让机纸上已经安装有这个微软的办公软件 好 再设设设计一下段落 默认段落前端为0 那么这里我们设成1.5倍就行了 好 我们来保存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生成一下 看一下效果 在根目上点击右键 然后生成APK电子书 是 确定 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这个 这个ID号一定是一个唯一的一个ID号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ID跟你之前生成的这个电子书重复的话 那么你第二个安装上去就会覆盖之前的版本 那么给它起个名字是健康文栽 健康文栽 好 编译文件 选择一个图标 好 最后一副我们来生成这个APK电子书 生成后我们把它保存 保存 选择一个目录保存一下 OK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我们保存的目录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01健康文栽的这个APK已经生成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打开一下我们的器译机 把我们生成的这个APK安装到我们的器译机上面去 那么我们先给它重命名一下 因为命令符现在是不支持这个中文 所以把中文改成英文的 打开命令符 我们来安装一下 放开 好,安装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健康纹灾这个电子书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安装上来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感谢观看